来到新北市的仙色宫 可以看到红脸的粮食之神 手持稻穗 他又被称为火关 专管跟农业相关的产业 他感念到说 你一直杀猎 这些野兽吃光了怎么办 所以他开始想到说 种植农物 种植农物当大家来吃东西 所以这些旺物才能够生生不息 所以他才会教老百姓放火烧野草 教老百姓做室壘 做农具 教种植的耕种的一些技术 民间相传粮食之神 三岁就知晓农业之势 而他在教老百姓放火烧野草时 脸被火光照得通红 日后才会有这样的脸部特征 虽说现在务农的人变少了 但为了祈求家中粮食风雨 不少民众还是会前往庙里参拜许愿 但其实庙里的粮食之神 还有另一种身份 原来他的力量是掌管医药的神农大帝 相传为了救治梅药医治的老百姓 神农大帝为了这些人而牺牲 因此他也被民间尊称为药王 他会想到说那不管你是吃素食吃荤 到最后都会怎样生老病死 所以他要革命习这些民众的 这种生老病苦的 所以他开始尝白肠 那听传说里面说他肚子是流离肚 就是透明的 所以他吃了什么东西他看得到 他就吃了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有毒没毒 他就写了一本书 医药区方就变成中药界的 跟中医界的一本 等于说他们的一个范例 时至今日不少民众人就将神农大帝 视为掌管健康的守护神 就盼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笼罩下 也能有神农大帝的庇佑 让老百姓少受点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